把這個東西切割開來 但第一個你想說 你其實也可以用資料剖析啊 剖什麼剖冒號的部分啊 留下右邊的部分就可以啦 但是 這邊好幾個耶 你很多欄 你也不可能每一欄每一欄剖析吧 所以呢 最好的方案的話就是 你可以利用什麼 我剛剛講喔 第一個喔 我可以算它上面有幾個字 假的四個字的話 那我再一個字字冒號 所以再加1 再下一個就加2就對了 所以我只要利用上面的 欄位名稱的長度 再加2 然後呢 從那個字之後 全部把我留下來 其他的不要 那怎麼做呢 這個地方的話 首先第一個 我先把 剛剛做到的那個 index的公式先減下 第二個的話呢 我再用mit的函數 所以mit的函數在文字裡面 前面有用過喔 那我們就用那個mit的函數 那把剛剛的文字 tester就是剛剛的那個公式貼上 入職時間冒號 其實這樣它就幫你把它抓到這邊來 index這一串 那我要從哪一個字開始啊 star number 從這個的長度 所以前面加len 所以這邊len 前刮弧 然後呢 告訴它說 我d1 上面那個儲存格喔 ok 那它的長度加兩個字 從那個字 從那個字開始 所以是第六個字啊 有沒有 從這個入職時間 冒號 第五個字 第六個字開始喔 所以六 為什麼加二啊 實際上就是從第六個字開始 我都我要 那要幾個字 欸 後面的話 lambor charge 是你要幾個字啊 那幾個字就是什麼 所以你可能會想說 是不是應該是什麼 欸 它的 什麼呢 它前面的字 扣掉完 總長度 減掉什麼 其實不用啦 最簡單的方法喔 你只要輸入99就好了 為什麼呢 因為意思是說喔 從第六個字開始 後面的字 我全部都要了 我也不用管幾個字吧 反正全部 因為還好它不在中間喔 它如果在中間你就要去算喔 如果它剛好是從中間以後 全部要的話 那你就輸入一個比 它的長度還要大的一個數字 你輸入99 那你說輸入999 對不對 當然也可以啊 只是999 不需要那麼大 99就可以了 OK 好 按確定之後的話 再把它向右 再向下 基本上喔 它有出來 可是有沒有對 不對 不對 那不對在哪裡呢 錯 請問一下錯在哪裡呢 錯在哪裡呢 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嗎 對 沒有鎖哪裡 D1 對 D1的哪裡 D1 對 特別是喔 只能鎖一邊喔 你不能說 像有的人習慣是F4按下去 兩邊都鎖 兩邊都鎖 不對啊 因為我向右的時候 D1要變成1 所以這個D不能鎖 要變成1 因為它們的長度不同喔 這四個字 這兩個字 兩個字 四個字 那向下的時候呢 因為一定要鎖在第一列 所以特別是喔 向下不能動 向右可以動 有沒有 那這個時候你要記得喔 只要鎖那個1喔 1前面要鎖一下喔 OK 多一個鎖1喔 OK按確定 D前面不能鎖喔 鎖了就錯了喔 可以按向右 再向下 放開 OK 最後的話當然喔 你可以 像剛剛同學說 欄寬要調整啦 其實特別重要 一定要整欄選取之後 再點兩下 才OK 因為剛剛同學好像是選 選 他是選這邊這樣子 這樣子 點兩下會不會動呢 只會有一個動 所以記得就是要選這四欄 再點兩下 這樣就會 OK 要不然的話你就是喔 利用那個什麼 常用裡面有一個什麼 儲存格 不應該是格式裡面的自動跳欄塊也可以啦 不過我發現剛剛那個方法比較快 OK 選四欄點兩下 這樣很順嘛 OK 好 這樣子點他兩下 OK了 就完工了 但是呢 除了用這個方法之外 當然還有別的方法 所以呢 第一個方法 我們是用index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也許 所以欄位他的工作表名稱的話 叫index 那請各位試一下喔 把這個 再複製一個喔 把它改成呢 另外一個函數 我們好像之前也有講過 叫indirect index indirect 函數 OK 那請各位 index 做完之後 indirect 那這個indirect 做完之後的話 就是VBA了 所以呢 複製一個 然後把這邊 delete掉 請你利用那個 indirect函數 試做看看 不過 indirect函數 他的邏輯跟 index有點像 但是呢 又不完全一樣喔 他裡面的話 第一個 操入函數呢 找到那個 檢視與參照裡面的 indirect 這個 那他要的是什麼呢 要的是一個字串喔 剛剛那個 index 是一個範圍 的 哪一列 哪一欄 的數字喔 特別注意喔 index 有點像sales 那個在VBA裡面的sales 他是哪一列哪一欄 有沒有 sales是哪一列哪一欄 那range的話呢 是一個字串 比如說你今天是B2的話 那你就要給B2的字串喔 所以你點一下B2啦 不過記得 前後一定要自己再加上那個雙語號 B2 按個確定喔 特別注意喔 如果我今天選B2啊 我可以把B2的資料呢 index實際上就是把這個資料帶過來 你會發現 入職時間過來 那 再下一個的話呢 就B3 B2 B3 B4 B5 B6 B7 所以你會發現喔 他這個規則有沒有 好像有規則性喔 有沒有 index 先抓B2嘛 下一個的話呢 是抓什麼 這個姓名應該是抓B3 所以2345 有沒有 後面拿B2嘛 2345 6789 感覺好像跟那個 剛剛那個index有點像 剛剛是1到32嘛 這邊是2到33 2到33 那怎麼樣 所以如果你可以產生2到33 然後把 把那個後面東西呢 把它怎麼樣 放到 這個位置裡面 欸 那不就可以產生 我們要的規則嗎 向右向下 其實也可以用index把資料搬過來喔 這裡我想請各位試一下 index先做完 想想看喔 用index 剛剛這個地方 index喔 用mid試試看 然後再 如果做完的話 試試看用index 好